就在接触在这里 知道今天我们是周永兴弟兄 为我们示范信息 他的信息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朱弟兄 刚才有一首诗歌叫 《我要向你》 祝耶稣来 就是让我们这些人 借着圣灵的工作 都要像他一样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朱弟兄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是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非常的大 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概括这么多的内容 所以我们把今天分享的主题 就定在道路这一个层面 会涉及到一点点关于生命 所以我在后面就给它括起来 这一段经文是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到六节 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 不长 来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 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打开你的话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谢谢你的恩典 再一次聚集 众弟兄姐妹 在这个地方 一起来敬拜你 来赞美你 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把今天的聚集 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 求你越过江源的软弱 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之中 做那人做不了的工作 主 让我们的持守在这一条路上 耶稣基督 为我们用身体 所铺就的 来到你面前的这条路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 这一段经文呢 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第二个呢 我们就说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而第三部分我们就讲到 耶稣是那个道路 带我们到一个地方 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一下 关于那个地方 咱们从一个故事开始 说是有一个俄国人吧 他是一个射击运动员 经过多年的努力啊 他终于得到了射击的世界冠军 哇 这个单位的领导很高兴 说给你一个月的假期啊 回去 而且是有幸假期哦 让你老乡回家去看看去 于是这个人很高兴啊 一路走 当他来到一个小镇的时候啊 他发现这个小镇上 有一个很大的骨仓 这个骨仓的外面 墙上钉了一排的靶子 一看 哎哟 这个是个同行啊 他再注意一看 每一个靶子都是石环 他说 哇 这个地方有高人呢 怎么可能呢 我在室内打靶 能打到石环都不太容易哦 他这个地方室外 每一个靶子都是石环 他说我要去拜访这个人 于是呢 他就去大庭说 这个打枪的这个人是谁啊 人家跟他说 哎哟 那是骨仓的主人 你不用去理他 怪怪的那个人 他说不 这是高人 好 那你去吧 他就去了 敲开门 他就问 他说 哎 先生 我看着你打的这些靶子呀 每一个都是石环 你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世界冠军呀 我都做不到 那个人说 哇 你是世界冠军 他说 这事你都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么好 他说 很简单 只要你先打枪 再画靶子 一定是石环 是的 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在生命中 在你的一生中 你为自己立下了多少的目标 所以你奋斗的结果 或者是有多少能够成就 这样的一个目标 而对我来说 常常是先打枪再画个靶子 走不动了 走到头了 说 哎呀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但是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没有射中靶心 偏离了那个靶心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 就是世上所有的人 都偏离了那个靶心 而这个靶心 就是上帝的标准 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打枪 然后一身为这儿奋斗 我做出多大的事业 我做出多大的功绩 看啊 这是我的成就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而远离了上帝的那个标准 世人都犯了罪 而罪的公价却是死 我们忙忙碌碌在世上 所追求的 所设立的目标 努力的奋斗 所达成的结果 挣来的那个利润是死亡 好 这是个结局 没有一个人能逃过这样的结局 所以 爱的神就为我们法外开恩 因为上帝的律法 是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达到他那个标准的 即便是我们朝着上帝所定的那个标准去 做不到 所以他就法外开恩 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开了一条路 在律法之外 让我们借着这条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进入到永恒 与神同在 所以永生也是一种关系 恢复我们和神起初 原来神创造我们 给我们的那个关系 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开始 十四章 是延续到十三章到十六章 我们称之为楼房夜谈 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门徒们为什么忧愁啊 十三章一开始 我们的主是用一个非常奇怪的 甚至不被人理解的方式 切入了他要对门徒的教导 是为门徒洗脚 然后他又说了很多让门徒无法理解的话 我要去 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有人要卖我了 我要被卖被杀 门徒们非常的惊诧 惊异 怎么可能啊 我们跟着你三年多的时间 而你现在就要走了 而且你去的地方 我们不能去 还要被卖 而且是我们之中的一个人 彼得说 主啊我为你舍命都可以 可是呢 主说你在天亮之前 在激交之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更是失望了 门徒们的忧愁是源于 他们对跟随的主 突然地离去 他们心中没有了这样一个盼望 主的突然离去 他们跟着他三年多的时间 突然没有目标了 我再怎么走 人真的是很痛苦的一点 就是早晨醒来 无路可去 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这种 类似于失业的这种感觉 早晨起来 看着别人的忙忙碌碌 又弄孩子又做饭 然后上班去了 自己一个人天亮的 太阳高高的 自己不知道往哪去 那种心情会导致人的一种忧愁 而主在这个地方 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忧愁这个字呢 在这里是指内心的澎湃 内心的激动不安 它和忧虑呢 不太一样 忧虑是指对一些事情的无谓的担心 我一直的 而这个忧愁呢 相对来说是短时间的 可是这两点 都是指从心里而出的 所以我们的主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很多人以为说 导致我们忧愁的事情呢 是外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就想说 哎呀 我要有一百万就好了 我要得到某一个职位就好了 我要得到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 可是你会发现 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你得到了那个钱 你得到了那个职位 你还会为别的事情发愁 忧愁 忧虑 所以这种忧愁和忧虑 是里面心里面产生的 是我们内心对于外界事物的一个错误 应对 尽管是我给的一个定义 不是很准确 但是你会仔细想一想 是这样的 外面发生事之后 我们里面对它一个错误的反应 错误的应对 最忧愁的忧愁 是由我们内心发出的 是对于一种外界事物的 这样一种错误的反应 那么谈到忧愁和忧虑 我们稍微多说一句 关于抑郁症 所以有一些人次得了抑郁症 我们的建议是去寻找 专业的医生 这样系统的治疗 我们不可以说 你保持一个好心情就好了 出去旅游旅游就行了 多锻炼 祷告 不可以的 是一种气质性的病变了 临床性的病变了 记者有一位牧者 他曾经说过 他说他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治疗师 他也是在大学里教书 他曾经治疗过一个小女孩 那女孩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 各项的症状都正常 而且各项评估都好了 于是他就让他回家了 回家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女孩又抑郁了 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牧者就很奇怪 他说怎么回事呢 他经过仔细地调查以后 他发现 这个孩子尽管被医治了 可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导致他抑郁的那个环境还在 他说 原来家庭有的时候也会伤害人 所以作为教会 其实应该是有一种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 让人在这个地方 能够得到一种关爱 在这个地方能够被关心 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一个避风的港湾 当我们去深入地思考 这个关于抑郁症的治疗的时候 你会发现 绝大多数的抑郁症的治疗 是对于身体层面的一致 它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关于灵性层面的治疗 而灵性层面的治疗 是只有那一位灵魂的创造者 才能够做到 所以只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把上帝介绍给人 这样的治疗才是一个完全的 否则它也只是一种反复的 对环境所困扰的 而这样的带到上帝的面前 也是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主在这个地方说 你不要忧愁 不要忧愁也是主的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如何才能够不忧愁呢 主在这个地方指导说 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 所以只有信耶稣 将生命的这个重心 这个焦点转移到耶稣的身上 你才能够不忧愁 不忧虑 而门徒们忧愁的原因 是因为耶稣基督离开 而主在这里说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信神是很容易的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生命的中心 他们敬拜的那个焦点就是神 给他们说你信神 他们是对的 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是你说你信我 信耶稣 怎么可能啊 你是谁啊 而耶稣被钉十字架 那就是这个罪名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吗 他说 主说是 结果被钉 所以你信上帝 也当信我 在这个地方 这个也 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 并且 你信神 并且信我 信耶稣 主在这个地方 清楚地 其实他自己 和上帝同等 信上帝 也信 信耶稣 所以这个信呢 就给我们一个 看见我们的信的内容是 信耶稣的所示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的属性是什么 信耶稣的所说 他应许给我们什么 他做过什么 所以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 耶稣在 湖边曾经喂饱五千人 用五饼二鱼 信不信 我想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信的 我信 当然信了 圣经上这么讲呀 可是这件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信呢 发生在 两千年前的事情 那是对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信 可是这一件事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知道 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一件事的发生 和我们今天 有切实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信 才和主 真实的发生关系 否则那只是历史事件 信五饼二鱼 信死人复活 信主做了那么多的事 那些事与我 没有太多的关系的 所以 当我们知道 五饼二鱼 是因着这样一个 微小的奉献 可以祝福那么多的人 而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都可以 拿出五饼二鱼 不止这样的 我们当把上帝 赐给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财物 我们的智慧能力 拿出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会借着这个来 祝福 不止五千人的 交给他 主会 棒大这样的一些祝福 所以经历神 其实是在 相信神 其实是在 经历神的过程之中 所以我们要经历上帝 经历神 在我们里面 是会有一种平安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工作 在伊苏的那个地方 一个shopping center 有一天晚上 在疫情期间 好像有个房东打电话给我 说哎呀 快来呀 着火了 哎呀 说你做的那个电箱 什么出问题了 我说好 我赶紧过来 我一路开车过去 很奇怪啊 我其实是一个挺那种敏感的 遇上这种事子 就完了完了担心了 卖房子卖地 怎么陪人家的那样 之前呢 那一天好奇怪啊 很平安 我就一路开着车 到了伊苏的 一去更吓一跳 从那个火车上 图书馆那个地方 那个救火车 消防车 警车 哎呀 一直排到round board 左转 又不能排到了 快到那个停车场那了 我一看这个大振扎 而且整个路疯了 那个shopping center 一帮人进人 哎呀 我就看到这之后 我也挺平安的 我就坐那等吧 直到警察让我进去 然后电力公司让我去问 然后就这么处理的问我 啊 那个哪一路开关 是控制那一片的 我说可能是那个 结果是错了 因为当时已经四五年前 做的活了 我都记不得了 错了之后 电力公司没办法 只能把整个那一片全部关掉了 这下惨了 药房的来 哎呀 我的疫苗啊 苍听的人来了 哎呀 我的龙虾呀 哇 全部的压力在我身上了 他们都撤了 都走了 那些警察呀 警察呀 警察呀 电力公司全部离开了 找出来 哪一路是控制那一片的 啊 我就静下心来 一点一点去做这件事 很奇怪的一点是 从开始到我找到处理完问题 心里非常的平安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一种不同 我说感谢主啊 原来神就在我们之中啊 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如果他不给我那样的一种平安 我自己心里忐忑不安 像我之前啊 那种 不一样 所以你信神 那是实实在在在 在我们生命中 他会有这样的经历的 而这样的经历 使我们的信 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强 这样的信 是经历他 信呢 还是信靠 我记得和弟兄们 姐妹们交通过 一个故事 今天再提一下 就是关于一个走钢丝的故事 说布朗大师呢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走钢丝的表演艺术家了 经常在楼房之间 拉个钢丝走过去 在两个山之间 拉个钢丝走过去 而每一次的表演 有个记者就跟随着他报道 非常有名 有一次这个布朗大师说 我要做个不一样的 他就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 两个山之间拉一条钢丝 他说我要从这头走过去 他问那个记者 你觉得我这次能成功吗 记者说 当然了 像你的这样的水平技术 你肯定能成功 他说 这一次呢 我要做个不一样的 我这次要背一个人过去 而且还不要有任何的保险 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那个记者说 保证没问题 你做了这么多年了 肯定能成功 那个布朗大师说 好 我这次就背着你过去吧 那个记者一听说 啊 背着我 撒腿就跑了 是吧 他跟了这个布朗大师 这么多年 报道他那么多事迹 信不信他 信 敢不敢靠啊 不敢的 信和靠 是我们生命中 一步一步和主 建立的这样一个关系 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 把靠他的这样一个心放在我们里 是我们把这样的信心 一步一步地建立在他的身上 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之上 你的信心建立在你自己的信心上的样子 就像我从石楼跳下来 肯定不死 主会保护我 不可能的 信心呢 还是把生命的重心转移到耶稣身上 耶稣说 曾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的 六章25到34 他讲说 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呀 天上的鸟飞着飞着 他说那个鸟 你看什么时候饿死了 飞着鸟 广当掉下来了 没有 他不种也不收啊 他说山间的花 早晨开了晚上枯萎 他 上帝把他打扮得比 所罗门最荣华 时候是穿的衣服都漂亮 真的 山上的花真的是很美的 比任何人手所做的东西都美 可是他只有一天的时间 早晨盛开 晚上枯萎 这些都是上帝的供应 他说你们不要忧虑 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忧愁的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这一切上帝会加给你的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重心 是在神的国 神的义 一会儿我们再关于上帝的国 再稍微深入地去分享 那我们把生命的重心放在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的这个层面的时候 就不会去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房子漏了 哇明天怎么回事 这种忧虑 主说是不需要的 所以生命的重心也是把我们的 信耶稣也是把我们生命的重心 转移到神的国和神的意 最后我们要提一个 堵住一个漏洞 就是说 哎呀 既然不让忧虑嘛 好嘛 我什么都不做 我也不去上班了 我也不去工作 也不用照顾家了 因为这样这些事都让我忧虑 这是不对的 我们曾经分享过 我们生命的内涵之一 就是一份责任 而主基督在世上担当的那个责任 就是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责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 都有一份责任 所以工作是上帝的护照 我们不可以将属灵和属世给它分开 只认为只有在教会中 祷告啊 读经啊 这才是属灵的事 工作呢 是属世的事 不重要 不可以的 我们生命的每一天 每一件事 都是属灵的 都是 在主里面 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同 我们的地位不同 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子 下面这一段呢 它是谈到了一个 主的应许 就是耶稣 基督 是一个道路 他说 你们要不要忧愁 你们要信神 也要信我 信耶稣 那么信耶稣的什么呢 主在这里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在这里主有一个应许说 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离开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 这里提到了几个 父的家 住处 还有地方 还有将来 你们要到父的那里去 所以这样的地方 这些呢 是指什么呢 主在这个地方 对门徒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这里讲的关于 父的家 还有住处 还有地方 是指什么呢 在第一个反应 也许大家觉得 天堂 那感觉好像是一个位置 而这里主 确实要让我们进入 更大的一个范围 上帝的国 所以上帝的国 是指上帝的那个统治 他的权柄 荣耀的彰显 所以它不是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位置 空间 所以因此而延伸出的 还是一个领域或将界 主对门徒们的应许是把他们带入到上帝的国之中 预备的那个地方 就是属于上帝的那个领域和将界 所以你看属神的统治 他的权柄 更多的是一个 上帝的统治的这个层面 它不应该是看为一个实际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位置 而上帝做王呢 就是世人接受呼召 进入上帝统治的这个领域 活在他的主权之下 成为上帝国的子 每一个信神的人 其实是被呼召 然后接受呼召 信他 然后进入了上帝的国 进入他统治的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 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世上 迁入了爱子的国度 这是圣经上给我们讲的 那么既然知道了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 主为我们所应许的地方呢 就是这样一个上帝掌权的地方 这样一个国度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这一段日子 怎么来去做 如何来处理 我们日常的生活 还有我们对于蜀天的盼望之间 有的时候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对立 有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仗力 我们如何预备自己 等候主的再来 在这个地方我画了一张图 大体再来 让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 这样的一个意思 下面黄线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 你可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 然后一直延续延续延续 到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上面那根红线呢 就是上帝的国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永生 这个上帝的国的来临 是耶稣基督的降临 基督降临的时候 有一件事 就是福音的事件 他来了之后降生 一生的传道 上十字架受死 埋葬复活 整个的这个过程 叫做福音 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福音 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同时上帝的国 也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 带入到这个世界 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在圣经中 日子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 主的事工是 在走遍加利利 教导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各种病症 传天国的福音 所以当主在世上的日子 他会有医病 赶鬼 行各种的异能 主在一次赶鬼之后说 我若靠着圣灵赶鬼 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之中了 耶稣基督的降临 是说神的国进了 神的国到了 好像似乎有点矛盾 是的 神的国已经进了 也到了 但是他没有完全的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呢 就是上帝的国和现存的世界 是一个并存的 一个重叠的时代 当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 我们自己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内心为什么常常有许多的征战 所以我们就 在这个地方呢 把这几个具体的点 来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 第一是如何进入神的国 是十字架的恩典 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国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我们最后的 红字那一部分 我们拥有从这样一个 基督属天的生命 是从现在开始 连续到将来 穿越死亡 直到永恒 这样一个从主而来的生命 是一个延续着的 是从现在开始的 不是死后才上天堂的 所以怎么样去进入神的国呢 十字架的恩典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神的国是努力进入的 圣经的经文也好像有这么一段 应该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吧 神的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得着了 这一段经文是 在翻译的时候 它有一些不同的翻译 那么原文的翻译是 神的国 从施洗约翰开始 到如今 神的国遭受了暴力 那是原文的翻译 而我们翻译成 神的国是努力进入的 那个努力和暴力是一个字 那么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 就知道 当上帝的国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它是一种 就像耶稣基督降临一样 降临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儿 那么地软弱 这个世界要对它一个暴力的攻击 这个施暴的人 想得到这样上帝的国 想去摧毁它 所以暴力在那一段时间 是对上帝的国一个极大的威胁 就像主在降临的时候 我们从启示录里面 也有看见天上的征战 应该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 有一个妇人和大红龙 说那个婴儿诞生的时候 龙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 他那个势力就蹲在那儿看 要毁灭这个婴儿 在我们看一个降生在马槽的婴儿 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威胁 但是天上却产生一个极大的征战 上帝的国临到地上的时候 也遭受暴力的冲击 所以进神的国 是完全上帝的恩典 我们有任何的好行为 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没有办法使我们进入神的国 所以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 是被呼召进入神的国 所以我们得救是源于神 我们成圣还是源于上帝 所以这都是他的恩典 马丁路德在 他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 凭着好行为能进天国的 那个人就是我 如果一个人凭着他自己的好行为 能够得救的话 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敬虔的一位弟兄 他在修道院里的时候 一天不知道他要悔改 忏悔多少次 脑袋里面突然出现一个不好的念头 马上去找神父悔改 然后有时候半夜 把神父拽起来 神父我又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赶紧的 以免不得救 他这种不得救的恐惧 天天抓着他 一趋于路 似乎都有点神经质的样子 天天都就等着 哎呀 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的这些 是不是我就失去了救恩了 直到他在罗马书里面看到 说是上帝把他的义 加给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是他称我们为义 这就是恩典 也唯独这样的恩典 是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国 是我们得救 所以他就 马丁路德就贴出了 那个95条纲领 然后就发起了 那著名的那个宗教改革 所以我们是常常在神的恩典之中 恩典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很难对恩典有一个认识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其实是一个商业化的时代 商业化不是说我们做生意 买卖东西 你正常的那种生意往来 商业化是人和人之间 所有的关系都参入了一种利益 和这样一种交易的东西在里面 我和你相处 我是有目的 我要这么做 我要得到什么 在人和人的关系之中 在所有的关系之中 都是这样一种交换在里面 都是这样一种 得着什么 我来和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像从你那得什么 如果我不得什么的话 我干嘛和你认识呢 商业化其实就要 把所有的关系都 限制或者是融入吧 把所有的关系融入了一种利益 所以人很难去理解恩典 恩典是不配得而得的 恩典是那一位上帝 白白赐给我们 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做点什么 才能够对得起上帝的救恩呢 很难理解它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信主就这么简单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我们就被称义了 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容易吗 是的 信主就是这样 被称为义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成的 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的那一位主 却付上极重的代价 再讲一个刘弟兄 曾经给我们讲的个故事 关于恩典 有时候 我们常常来看行为 所以刘弟兄曾经说 神给他一份恩典 常常很多孩子围着他 有一次一个小孩来找他 他说刘叔叔呀 我信主了 我也确据我得救了 可是呢 我有时候还犯一些错误 你说这样我能上天堂吗 刘弟兄说 那肯定你会上天堂的 这个年轻人就走了 一份又一个年轻人来 他说刘叔叔呀 我也有确据 我也确定我信主了呀 可是呢 你知道吗 我的有时候还是犯一些错 有时候还对妈妈撒谎 有时候还做不好的事情 你说我这样还能上天堂吗 刘弟兄说 你能 能上天堂 这个小孩也是 这样也能上天堂 第三个又来找他 刘叔叔 跟你说吧 我以前就不太好 那么我信主之后呢 我现在也非常的确定 我得救了 可是呢 我还会做一些不好的事哦 我又说我还偷东西哦 但是我马上去悔改哦 很不好受 可是呢 我做的这些事情 我还能上天堂吗 刘弟兄没有直接回答他 那个年轻人就继续说 那如果我这样继续地去做 又偷 又做坏事 所有的坏事都做到了 你说我这样还能上天堂吗 刘弟兄说 你能 你能上天堂 而且我保证你 很快就能上去 他 在这个地方 其实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 在很多的时候 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而是上帝的恩典 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国中 他带我们进入了神的国 他也一定能够帮我们 带入到那样一个胜利的结局 第二呢 是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 他说人若不重生 你就不能进神的国 大家都知道 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尼格迪姆和主的那一段对话 所以只有重生啊 才能够进神的国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进入上帝的国呢 就是这种生命主权的转移 从这个世界之上 我们自己的手中 把整个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主权 转移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在主的里面 所以进入神的国呢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是有了一个被更新了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生命呢 是就是圣灵所接触的 这样一个果子 生命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是基督的生命 他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就放在我们的里面 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地长大 这是一条进入的 这是一条道路 因为主说我就是那个道路 就是那个生命 就是真理 那么第三个 我们就要看看如何活在这样一个冲突之中 其实我们现在是一场这样的一种征战 天地 重叠 这样的重叠呢 一定会导致一些冲突 因此在我们生命之中呢 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是需要有一个主线 有一条主轴 这个主轴呢 就是我们在打一场 以至胜利的战争 这个的胜利不是奠定在我们每一天胜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的胜利 这个的胜利是奠基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他胜过了死亡 我们一切的胜利是介于这一个点 所以大家应该是很清楚 在二战之中有一场很著名的战役 就是诺曼底登陆 应该是1944年的6月6号 盟军发起对欧洲大陆的一个进攻 他们选择的登陆点就是诺曼底 在那场战争之前 他们做了好多的准备 为了这一场战役 他们又做了很多假的那些坦克呀 飞机呀 然后各种编了很多 就像是一些部队啊 番号啊 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迷惑德军 直到战役开始的时候 盟军就直接进入了从诺曼底 建立一个桥头堡 紧接着就向整个欧洲的内陆推进 而诺曼底登陆的成功 就整个奠定了 整个欧洲战场的最终胜利 如果那一次诺曼底登陆的失败 后面就不可能于1945年5月份的那一个 V day 所以他们称为6月6号 44年6月6号为D day Decision day 那一天决战之日 决定之日 一直带下了最后的5月 45年的5月好像是8号吧 V victory V day 最后的这个结局 是取决于当时的诺曼底登陆的这一个事件 而我们每一个信徒 在基督里的那一个胜利 是鉴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 带我们进入到最终的那一个胜利 不是因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成功失败 所以在这个诺曼底登陆之后 一直到第二年的德国投降 他一年之中还是一直持续着战争的 对 不同的这种战役的 大大小小也有受伤的 是不是啊 有不同的 也有失败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 他们会胜利 而我们基督徒打的一场 也是一支胜利的战争 这个的结局是已经定了 不是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 而是建立在主的胜利之上 因着我们活在这样一种天国和现存的世界 这样一个重叠的时代呢 我们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却活在这个世上 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呢 并不完全 我们还是在劳苦叹息 我们还是有身体的死亡 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虽然体验了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 可是还是没有完全地脱离 这样一个败坏的辖制 所以这样的一种战力呢 直到耶稣基督在第二次来临的时候 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才能够完全地消除 但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还是生下在这样一种 有战力的环境之中 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定位 我们还是在被圣灵建造的过程里面 有的弟兄姐妹 他就存一种完美主义者 所以我信主了 我就应该是有一种 完全的那种属灵的体验 我就不会犯罪了 我不会出问题了 一旦有一个他的身上出点事 犯点错 他就受不了了 甚至有的时候 受伤了 得病了 肯定是我犯罪了 上帝来刑罚我了 这样一种不完美 这种一种完美主义者 其实是没有落在地上 他不眼睛就是 他就生活在天上那个层面 他不是在地上 只是在天上那一部分了 所以这样他里面就常常失去平安 常常以为主又来刑罚我了 我又做错了 这样的一种完美主义会常常对自己比较严厉 对别人也比较严厉 有的时候在群体中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因为他比较地追求这种完美 只是活在天上 而没有去真实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是完美主义者 活在天上的 第二种呢 活在地上的 我信了主了 我天天我就追求地上的我的那个目标 就是我在画一个靶子 打一枪 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我要建立工业 我要建立很多的这种 我的那个成功 然后到处悬要 自己打了枪 画了靶子 然后告诉别人 你看看我的世上多大的成就 不去富还在家追求这种属灵的成长 这种弟兄姐妹们 他们在世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出人头地 我达成我的那个目标 所以他是活在地上 新竹只是买了一张进天国的门票 死了以后的事 那是 现在没关系 这都不是很平衡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 而我们的生命呢 是需要被修剪 以至于更丰盛 所以我们地上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这一段时间呢 有着属天的生命 同时要在经历地上的这一些生活 同时呢 圣灵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 上帝调动万事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益处呢 就是向我们 这些在主里的人 变得像基督 在罗马书里面 他说 神爱这些人 他让身边所有的事 都是为着让我们变得像基督 因此我们所经历的事 监国的人 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 是神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 就是为着让我们变得像基督 所以我们既是神国的子 又是上帝的儿女 儿女成长的过程呢 一定是被管教的 甚至是受熬练 它是个目的 是好的 是带我们进入到那样一个 像基督的这样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如何看待 我们生命中所经受的那一部分 受苦的那一部分 有的时候受苦之后 我们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上帝不高兴了等等 但是你会发现 当我们经历生命中一些苦难的时候 对我们的生命 会有一个变得更丰盛 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会变得更坚韧 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被修剪之后 生命会更丰盛 这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 主说的 那个葡萄树要被修剪 如果不结果子 剪掉 是为了让它结得更多 剪掉那个枝条的时候 可能挺痛苦的 但是目的却是让我们能够长出 更丰盛 更多的果子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旧人就渐渐地衰微 而那个新人渐渐地兴亡 最后第五点就是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 善良春泉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在罗马书里面 效法呢 就是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过年的时候 做没做过那种巧果 在我们那儿就是拿一个模具 然后把那个面团塞进去 做成一个样子 有小鱼啊 有各种的那个样子 效法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 把我们就挤在这样一个模具里面 我们一出生就在这样一个模具里面 这个模具呢 就把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式 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会被磨成基督的样式 基督成了那一个模具 我们被挤进了基督的那个样子里面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天国 和这个世界重叠的 这样一种生命状态的时候 天天经历着圣灵的更新 同时呢 我们也正确地去面对 自己和别人的不完美 抓紧基督的应许呢 顺服圣灵的引力 这样这一条路 就是整个的过程 就是主所说的 我就是那一个道路 这一个道路 是从我们开始 信主开始 持续在生命的整个的历程里面 一直到一个目的 就是进入到 神所我们所预备的 父的家 所以我们最后呢 就是把这一段经文送给大家 就是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患难不能 困苦也不能 逼迫也不能 你会刀剑危险 所有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一切 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的胜利是奠基在耶稣基督的 胜利之上 我们是在打一场 胜利的那个战争 在整个的这一条道路上 我们的结局已经定了 那就是在基督里的成生 让我们打告 现在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 你就是那个道路 真理和生命 你称我们为一 赦免我们的罪 带我们进入到那一个永恒的里面 进入到父的家 在这期间 你用你自己的身体 开了一条路 你让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身体的里面 主啊我们谢谢你 求你祝福着 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 保守看顾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让我们变得像你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 基督徒努力进天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主就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祂要带领我们进入祂荣耀的国度 我们得到重生 我们进了神的国 但是神不只叫我们进神的国 还要进天国 是基督徒努力给我们今天所送的信息 下面有一个报告 28号4月2024年 下午1点15分 下午到2点半 在赴坛 有姊妹的聚会 内容是题目就是女人别听 性缓言 欢迎姊妹们参加 今天有没有新到的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福音朋友或者弟兄姊妹 求你们能够第一次地求你站起来 我们欢迎你 好像没有是吧 后面有个人手这样的 我看可能是没有 感谢主今天来的弟兄姊妹蛮多的 我们感谢主 但愿实体的聚会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能够恢复实体的聚会 让主日能够在一起 一同地白饼纪念住 一同地来参加聚会 主教我们要付代价来跟踪他 如果我们今天有网络了 可以在家里聚会了 当然也是一种能够听到 能够怎么样的 但是主教我们主日要聚在一起 聚会的时候 我们还是盼望能够 大家一同地来参加实体的聚会 跟踪主的路上都是要付代价 好了 我们聚会就结束到这里 我们为了午饭有一点的谢饭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弟兄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 让我们认识到主 你就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 生命 你不但救我们脱离死亡 地狱 你也要把我们带进你的国度里面去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你 我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恩典 你不但救我们脱离死亡 永远的成龙和灭亡 得作永远的生命 你还要把我们救到你的天国的里 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弟兄也是在信息中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付代价来跟从主 主但愿你的荣耀的呼召 让我们都愿意听你的话 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 做一个得胜者 主啊 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 彼此相爱 彼此的勉励 一同地奔跑这条数天的道路 主啊 能在地上 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 主 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为着放食主的弟兄姊妹 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 简单的放食 我们感谢主 谢谢他们的劳苦 愿主纪念他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聚会就结束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